大家好,9月10日英国媒体报道,英国首相苏纳克在新德里与中国总理李强举行了会面 英国谴责北京干涉英国的国会民主 背景是两名涉嫌被中国工作的间谍被英国方面逮捕,整个事件已经曝光 苏纳克与李强会面 苏纳克对中国干预英国议会民主的行为表达了深切的担忧 那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整个事件 根据英国媒体的报道 泰伍时报最早报道 英国议会的一名研究员一位为中国从事建立活动被英国警方逮捕 他掌握的机密信息与多名议员有关 这名据称是二十多岁的男性嫌疑人 被指与许多执政的英国保守党议员有联系 其中包括安全事务国务大臣图根哈特 下一院外交述委员会主席卡恩斯 泰伍时报报道 与被捕男子有联系的几位议员都掌握着机密或高度敏感的信息 该嫌疑人和一名三十多岁的男子均因涉嫌 英国官方保密法间谍相关罪而被逮捕 那么星期日泰伍时报 泰伍时报报道被捕的二十多岁男子是英国人 持有议会通行证 与包括图根哈特卡恩斯在内的多位知名保守党议员有联系 此前曾在中国生活和工作过 卡恩斯周六晚通过推特账户表示 我知道星期日泰伍时报的报道 我不会发表评论 虽然我认识到公众利益 但我们都有责任确保当局的任何工作不受影响 那图根哈特在去年九月担任英国的安全事务国务大臣之前 没有与该议员有过任何实际的接触 该议会的研究员在爱丁堡被伦敦警察厅反恐指挥部的警官逮捕 英国警方还在牛津郡一处房产逮捕了上述30岁的男子 同时对伦敦东部一处房产进了搜查 伦敦警察厅发言人表示 伦敦警察厅的警官于3月13日逮捕了两名涉嫌触犯 1911年官方保密法第一条的男子 伦敦警察厅发言人说 一名30多岁的男子在牛津郡一个地址被逮捕 一名20多岁的男子在爱丁堡一个地址被逮捕 此外还对两处住宅以及伦敦东部的第三个地址进行了搜查 两人被带到伦敦南部的一个警察局 随后被警方保释至10月初的一个日期 伦敦警察厅反恐指挥部警官正在进行调查 该指挥部负责调查官方保密法和相关罪行指控 调查目前仍在进行 星期日泰国时报原一位英国政府消审的话说 这是中国的一次重大升级 我们以前从未见过这样的事情 唐靖街方面表示不对安全问题发表评论 英国的议会下一院已被取得联系 那么苏纳克与李强会晤 苏纳克表示 双方存在分歧的领域 但会议显示了在有益的地方进行接触的战略价值 他说我认为正确的做法是抓住机会进行接触 提出具体的关切 而不是在一旁大喊大叫 中方的一份会议纪要没有提及 间谍指控 但英国扩大与中国的务实合作表示欢迎 并补充说 李强表示双方应妥善处理分歧 那么央视的报道 10号上午 国务院总理李强在新德里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期间 会见了英国首相苏大克 李强表示 中英同为世界主要经济体 两国经济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双方联系日益紧密 我们要以稳定互惠的中英关系更好造福两国和世界 中方愿与英方一道努力 坚持相互尊重 平等相待 客观看待彼此发展 增进理解 互信 推动中英关系 行稳志愿 李强指出 双方应坚持开放合作 维护和扩大共同利益 中英都是自由贸易倡导者 践行者 受益者 应共同反对 将经贸合作 犯政治化 犯安全化 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 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 确保全球产业链 供应链稳定畅通 双方应当妥善处理分歧问题 秉持包容互建的精神 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 重大关切 中方欢迎英方继续拓展 对华务实合作 愿同英方深化贸易投资 绿策发展 人文科技等领域的合作 共同支持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 苏纳克表示 英国尊重中国的历史文化 重视中国在国际体育中发挥重要作用 英方愿同中方进行 建设性坦诚对话 加强经贸科技等领域的务实合作 妥善处理分歧 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 构建稳定互惠的英中关系 现在英国在G20峰会上其实比较尴尬的 大家可能没有发现 英国现在实际上你看 苏纳克在积极的寻求多边的合作 但实际上G20峰会英国是被边缘化的 因为大西洋贸易 现在看大西洋的贸易已经终结 大西洋贸易不再是 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间的贸易 转向亚太 而英国你可以看到 英国又远离了欧洲脱欧 欧盟现在你可以看到 欧盟 法国 意大利 德国 包括美国 以色列 沙特阿博 约旦 阿联酋 然后再到印度 那么正在建设中东版的一带路 这中东版一带路 刚才我给大家报这个国家 你按着地图你一连 首先是意大利 法国 德国 欧盟国家 通过地中海将物资运到以色列 从以色列到约旦 从约旦进入沙特 沙特到阿联酋 阿联酋 经过波斯湾到印度 那这么一条线路实际上就绕开了俄罗斯 美国也积极参与 但你看实际上欧洲在进行什么 欧洲在进行和亚太或者印太地区的连接 欧洲在连接欧亚大陆另一端 要绕开俄罗斯 这是欧洲的想法 中国没有绕开俄罗斯 中国的一带路也是要连接欧亚大陆 那你看欧亚大陆两端 这个两大经济体 欧盟和中国 RCP 这个大的经济体都在寻求连接欧亚大陆 虽然路径不同 方法不同 对待俄罗斯态度不同 但实际上你看欧亚大陆在连接 那么欧亚大陆在连接的同时 英国你会发现它孤零零的孤全海外 孤零零的在大西洋 远离了欧盟 它也远离美国 所以英国的位置非常尴尬 那么英国过去可以在亚太有它的影响力 现在你看英国实际上它是殖民地丢掉以后 英国在亚太地区没有它的任何影响力 它又说自己是亚太国家 那你觉得英国是亚太国家吗 是印太国家吗 没有 所以英国现在非常尴尬 所以英国在寻求和中国的合作 所以你可以看到英国现在使劲浑身解除 要和亚太或者印太国家进行联合 那么英国脱欧以后 实际上也被欧洲边缘化 所以我一直在说英国这个国家 未来很有可能会重新回到它应该的那个位置 也就是英国被欧亚大陆整体边缘化 英国实际上我去年在英国待了一段时间 老观众应该知道 我当时是从美国去的英国 在英国待了一段时间 而且英国我是有自己人的 当时还去车站接我 虽然我了解现在英国的情况 并不像大家想象英国那么好 英国的物价非常高 非常高 高的恐怖 那么实际上现在很多英国人 就是你有工作 实际上你也只能维持你自己的生活 你想你的生活更好 不可能 比如说汽油 你开车汽油 我去年去英国的时候 在车站接我的 我在英国的那个 我自己的人 实际上他在英国 他有正式工作 在英国有正式工作 就是有英国的绿卡 而且呢 他有英国的这个家人 住的还是英国的这个 说是两层的那种别墅 两层那种 是英国一般的 一般家庭住的那种算洋房 两个孩子 两个孩子 丈夫也有正式工作 经常到中国 在中国呢 实际上 也能出差 包括去这个 咱们东北 像七哈尔 一众 对吧 一众 还有像这个 长春 成都 重庆 包括武汉 这些大型的钢铁厂 他是给这个 这个 德国的西门子公司 在英国的这个分公司工作 那你可以看他这个工资应该不低 但是据我了解 他们家庭在英国只能维持 就那个汽油价格 我当时那个节目 应该回去看一下我那个去年那个节目 去英国那个节目 当时跟他在车上闹的 闹客 让他这个工资 是两口子都有工作 两个孩子 还住着自己家 我再多说一句 他实际上呢 他这个房子是他父母的 是南方父母的 南方是英国的本地人 南方父母 南方父母的房子 父亲因为新冠 岁数大了 因为新冠 就去世了 新冠刚爆发 身体免疫力差 然后呢 发烧 得了这场病人就死了 那么现在他们自己住这个房子 有房子住 不需要交房租 只需要交水 电 食品 加上汽油 自己有辆车 那个车 我当时坐的时候 大家也看到了 现在换了 换了一个 宝马那个迷你 换了个小迷你 他那个车呢 那个车车换还挺好 我当时跟他闹了 那就是这几样 还没有房租 还不需要交房租 他们家的生活在英国也只能是维持 我就说他就是维持 你可以想象 如果你 如果你只有一个人工作 还有交房租 孩子又多 那你怎么办 所以英国老百姓生活 其实是非常惨 为什么 物价齐高 脱欧以后 所有的都由老百姓买单 民主制 既然大家选择 大家既然 大多数人喜欢吃食 那么所有人都要一起吃食 这是民主制度 最恶心的 我告诉大家最恶心的 这种民主制度是最恶心的 大多人是傻逼 你要跟傻逼一起 做那种傻逼事 一起吃食 不要在我面前说什么民主制度 了不起 什么自由民主 很多蠢事 也是把民主干出来的 再说回来 说回英国情况 你如果有个病 有个灾 你在英国看病 你想想那是天文数字 所以很多 在英国的华人 坐着飞机 回中国 把能看的病就看了 便宜 便宜 也不用排 对吧 在中国就看了 我说说很多华人的心理话 就海外那些医院 那些医疗条件 不如中国 很多海外的华人 实际上像英国的华人 都跑到中国回 回到中国来看 咱说回英国 这是在英国的亲身体会 这个家庭在英国都算中产了 有自己的耗子两层 我还去看了 但是隐私 我没有给大家播 住的条件还挺好的 他住那个地方 当时我应该是告诉大家那个地址了 距离这个叫狼 狼队 英国有个狼队 大家知道狼队 还有一个叫诺丁汉森林 这个诺丁汉森林俱乐部 离那个俱乐部 狼和诺丁汉森林俱乐部不远 具体的位置 大家可以自己去找 在那个附近 那个属于也是英国的 英格兰的中部地区 所以他实际上也不是那种 像伦敦那种消费水平 非常高的城市 但是他说他已经快付不起了 就是每个月来 那个账单 就那个汽油费用 我得买 吓死人 不敢开车 买什么东西就自己走着走 又不能失业 非常痛苦 还是去年 你想想现在 现在更吓人 那说了这么多 大家应该知道 英国现在实际上 它的整个的经济是在下降的 是在下滑的 而且是在被边缘化的 所谓的日不落帝国 都是一个空架子 英国没有什么实力了 特别在经济方面 他需要寻求和中国的合作 那这次你看 曝光了所谓的议会里边的中国的什么间谍也好 就是个筹码 希望和中国来谈 获得中国更多的投资 获得中国更多的经济上的支持 因为英国现在呢 他不希望的被欧洲包括中国包括其他国家边缘化 不希望呢 印太地区没有英国的影子 所以英国会积极寻求和印太这个国家合作 那中国现在和英国之间 你可以看到中国和英国之间的合作未来也会加深 那么政治上呢 英国会寻求和美国的合作 但经济上英国离不开中国 所以你看到英国现在这个惨状 我啊 我为什么我一提到英国 我信心十足 因为我知道英国的真实情况 英国的投资膨胀 实际上受最大影响的是他的这个中产阶级 就是英国的这个工薪阶层 缩水了嘛 财富缩水 他的整个购买力在下降 所以整个生活质量在下降 所以英国的国内并不像大家想象的 所以你羡慕要把孩子送到什么英国去 我告诉大家 为什么英国 你看英国那些踢球的多 运动的多 唱歌的多 跳舞的多 他没有别的选择 他也想什么 上班上个正经的班 也想什么 出人头地 也想搞经商 但是英国已经不像你想象的 他的法律严酷 没有漏洞让你钻 所有的聪明脑瓜 设计出那个制度 你想发财都难 那你想 你在英国有个好的生活 出卖体力 踢球 发达国家 发达国家什么 娱乐越最发达 踢球不就是娱乐吗 供大家娱乐 把球踢好 拼命的去踢球 所以你看有时候说中国足球不行 你看什么日本英国 为什么那么发达 人家那个球员为什么踢的那么好 他不踢的好 他活都活不了 你到英国你去看看 上千英镑上千英镑 干点什么都上千英镑 一千英镑等于多少人民币 你自己算算 干点什么都是上千英镑的 你不踢球 你不把这个球踢好 你能活着 那都是奇迹 你不睡大马路都怪了 所以为啥小日本踢球那么好 这为啥那么多日本年轻人去踢 你看踢球好的 全是一些发达国家的 全是那些娱乐产业发达的 为什么 没有别的出路 这条街上都产妓女 所以大家都从事妓女行业 从小就去看球 长大了不也就踢球 一个意思 他没有别的行业可选 他只能把这个事干好 日本不也一样 中国球员有的是选择 包足工 对不对 包足工就完了 我受那苦干嘛 什么时候中国开始卷 中国也像英国 像什么日本那样的 娱乐产业非常发达 大家也挺有钱了 发达国家了 你不卷 你不卷 不奔上娱乐业 不踢好球 你睡马路去 死去吧 国家也不养你 那时候中国 是吧 各种各样的 我觉得各种各样的球星 也就出来了 体育 也就慢慢上来了 实际上和这个 你的整个的 社会的发展阶段有关系 说的有点远啊 但是你可以看到啊 就是英国 他现在这整个的社会制度 再加上他现在呢 因为俄乌冲突 英国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 和俄罗斯之间有关系 那导致英国的这个 整个通货膨胀 太高了 英国老百姓 实际上他的整个生活水平 是在下降的 购买力下降 他们整个生活水平就下降了 所以实际上英国方面是需要寻求和外界的合作 特别是和印太的一些国家 像中国 像印度 像什么日本 韩国 印太的国家合作 和欧洲呢 实际上英国已经和欧洲白白了 和欧洲已经脱欧了 那么进口欧洲的很多东西又非常贵 英国自己生产的东西呢 又逐渐被其他国家 被印太国家替代 我不需要买你英国 我去英国 我都不知道买啥 到英国 日不落帝国呀 我坐在机场 买了个巧克力 飞机上还化了 没吃了 飞机上化了 所以你可以想象英国产什么 什么也不产的英国 英国现在没有 英国就产那张钞票了 这不就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吗 用钱去生钱了 那你说普通老百姓 用钱生钱 用你普通老百姓吗 不用了 你普通老百姓怎么办 去娱乐业吧 我也没说让他当妓女 踢球吧 踢球和当妓女 是不是一样 都是娱乐产业 把球踢好 难的 所以你看日本一帮球 行出来了 那比税大的些强啊 英国也是 你看那黑人 一批一批的 奔向娱乐产业 都是一样的 所以呢 你去了英国 你在英国 你通过他们亲身给你讲 你再看一看 他的生活水平 生活质量 真不如在中国国内 在中国国内太幸福了 你吃的 你喝的 你整个的购买力非常强 所以还是在中国行 那说回一带路啊 大家看中国的一带路呢 在欧亚大陆啊 进行投资 那未来呢 实际上中国呢 是可以获得利益的 美国 欧洲 联合着印度 中东国家 也在搞欧洲版的一带路 没有带英国啊 那他们也在欧亚大陆投资 一带路啊 加上欧洲版的这个中东铁路计划 都没有英国的份 那么英国呢 英国怎么想 自己被边缘化了 英国一定是希望加入的 因为英国现在整个的经济 实际上就靠钱生钱嘛 他有资本 因为是老牌帝国主义嘛 是老牌帝国主义国家 他非常狡猾 他不会把鸡蛋放一个篮子里 所以你看英国呢 实际上他非常聪明 他现在想的是怎么样加入一带路 怎么样加入欧洲和美国的这个中东计划 怎么样我也参股 我也把钱送上去 用钱生钱嘛 你们投资也带我一个 这就是英国人想的 所以你看现在什么苏纳克也好 英国的一些政府的政要也好 包括曝光中国这个间谍事件也好 实际上都是向中国施压 未来是要寻求和中国的合作 英国的底库扒给你看 他们就是这么想 老牌帝国主义国家 他不投资的话 你觉得英国还能活吗 就是国家不用钱去变钱 自己又不生产东西 英国生产那东西没人要 那怎么办呢 英国 英国不得破产呢 像博明汉一样 所以他一定要加入欧亚大陆的开发 加入未来欧亚大陆这种竞争 我又说了他是老牌帝国主义 老牌帝国主义国家是狡猾的 脚踩多支船 一方面和欧洲和美国合作 另一方面英国也会积极的寻求和中国的合作 绝不把鸡蛋放一个篮子里 这样英国才能什么 才能长期在这些大国之间保持平衡 老牌帝国主义国家 他是绝对不会导向任何一方的 他是以英国的国家利益 为最大的优先考虑 所以你看懂了这一点 你就知道英国和中国的关系未来的发展 他要依赖于中国 和中国合作 另外英国的军事上对中国也没什么威胁 英国那个海军就那个什么伊丽莎白女王号 我见过 实际上没什么作战能力的 更别说到亚太地区来晃悠 来晃悠的直接就是火把子 你说英国还有什么 连个俄罗斯都对付不了 其实在我看 英国现在实际上和当时这个罗马帝国非常像 你要懂历史 你经常看这个罗马历史 你会发现 罗马历史 和包括现在英国 整个的现在这个时期 非常像 大家知道罗马非常强大 也曾经是什么 也曾经是整个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帝国之一 大英帝国也是 罗马帝国有斗兽场 英国有英超 英国也有强大的体育赛事娱乐产业 你把现在这个英超比赛你看成是当时的罗马 罗马斗兽场 竞技场 每个周末都要竞技一下 大家都娱乐一下 那个时候是人和动物斗 人和人 角斗式之间打 现在的文明点变成什么足球比赛 对吧 变成这个体育赛事 变成什么橄榄球赛事 英国的这个体育不光足球 还有其他的 橄榄球啊 曲棍球啊 都有 总之就是他的娱乐产业非常发达 当时罗马强盛的时候 也是娱乐产业非常发达 但不代表什么 不代表你真的强大 日曼蛮族 蒙古的 蒙古铁骑横扫欧洲的时候 你看那罗马帝国 他那些角斗士 不照样被人屠杀吗 平时打的挺凶 是吧 看转播 踢的球也踢的挺好 外族一入侵 不会打仗了 就像和俄罗斯 对吧 一碰着俄军就完了 这打仗和踢球是两个事 就是你体育强大 不代表你什么 你军事强大 人家游牧民族是什么 军事是平时的生活 平时放牧 平时骑马 平时狩猎 这都是军事训练了 而像罗马 像英国这些国家 他是把它限制在一个行业 而那个行业 虽然有非常尖端的人才 像脚刀士 像顶级的球星 但实际上只是少数 所以你看 现在实际上你看英国 还过去的罗马 非常像 那罗马最后呢 罗马最后灭亡了 大英帝国 我不能说大英帝国灭亡 但我仍说大英帝国 不可能再回到过去了 这就是我对英国的态度 我到英国以后 不像大家想象的 很多中国有钱人 我去英国 我把孩子送到英国 你送到干嘛 吃了苦 说的话都是咖喱味的 那英国人自己都越来越少了 全是什么黑人 印度人 要不然亚洲的 什么香港的 跟你说广东话 对吧 你把孩子送到干嘛 那你读懂历史 其实你就知道 像罗马帝国才的命运 你再看看现在英国 英国的命运 其实也是注定的 这都是历史的必然 那实际上 英国并不像大家想象那么伟大 你去过英国 你会发现 英国并不像你想象那么伟大 英国本身有很多问题 所以你看 咱们中国人未来和英国人 和英国打交道 要有自信 未来不要把英国当成当时的 一个大英帝国了 英国它就是一个一般的 一个中等国家 不是帝国了 所以中国人对英国要有自信 那未来呢 和英国的合作也是平等 也是互利的 不是我巴结你 我要上赶的求着和英国合作 错了 我不跟你合作用的怎么样呢 是你来求我 你要加入欧亚大陆开发 你要加入欧亚大陆合作 你鸡蛋不能放一个篮子里 你狡猾呀 你聪明啊 所以你得找我来合作 把鸡蛋放在我这 这才是中国和英国合作的一个本质 那英国呢 在亚太地区啊 或印太地区 它的整个战略 你可以看到 一方面和中国合作 另一方面呢 它也在和日本结盟 英国现在实际上和日本这个结盟 现在被看成啊 是1900年 1900年 日本和英国 那么结盟的翻版 当时实际上的是日俄战争 1905年 当时日俄战争时期 实际上英国就和日本结盟 一起打败了这个沙俄 现在实际上你可以看 日本的这个军国主义非常兴奋 为什么 他认为日本军国主义认为和英国结盟 又回到100多年前 英国和日本结盟打败沙俄 瓜分中国那个时代 现在中国也是崛起 沙俄 就是俄罗斯 现在也在入侵乌克兰 那么实际上日本和英国的结盟 日本军国主义想复制当时的这个 日本的这个崛起 所以日本军国主义非常兴奋 但实际上呢 日本是被美国控制的 就日本能不能动 还要看美国说了算 所以日本的军国主义 你可以看不光杀 杀这个和俄罗斯比较亲密的 这个安倍 对吧 安倍和普京之间关于非常 那日本军国主义呢 他这种想法呢 其实非常幼稚的 就实际上他不可能复制 因为现在这个中国呢 也不是过去那个中国 俄罗斯呢 实际上也不是当时这个沙皇俄国 现在都是拥有核武器国家 你这种围堵啊 你和英国这种结盟 日本军国主义最后会被英国 被美国当成工具 用你日本军国主义这种 非常疯狂的想法来围堵中国 让日本冲到最前面去跟中国斗 你看中国现在对日本的态度 包括这个福岛 核电站这个排放这个核污染水这个问题 中国也在正面的警告日本 正面的和日本做斗争 所以你看实际上英国现在实际上就想利用日本 用日本和中国去斗和在东北亚地区搅混东北亚 你们不是合作吗 你们不是RCEP吗 但是你们政治上互不信任 那么我英国就可以在你们互相之间互不信任这个环境下 我英国就可以发挥我的影响 和你们都有合作 而且我应该可以扩大我自己的影响 获得我英国最大的利益 这也就是平衡 大陆平衡 所以实际上你看英国和美国玩的是一样的 他都是多方下注 同时呢 他也利用各种各样的这种地缘 正是矛盾 搅浑水 浑水墨雨 这就是英国在东北亚 所以大家要看懂英国和日本的合作 英国可没有那么傻 要复制什么 击败沙俄 又复制日俄战争 战胜俄国 当时甲午海战 实际上也是英国的汇丰银行 最后呢 什么汇丰银行倒向日本 最终中国战败 中国赔钱 当时我说过 甲午战败 日本是不会输的 因为英国人很聪明 日本输了 他就像一个穷店户 输的底裤都没有了 他最多去死 英国从日本那儿获得不了任何好处 你说你 日本很穷一个国家 你清朝 大清 大清国 你赢了日本 你从日本那儿能榨出什么油水来 什么油水都榨不出来 他就是个穷光蛋 但到那个时候甲午战争时期 日本是非常穷的 不像后来拿了中国的赔款 国力日渐强盛 那个时候日本是非常穷的 你榨不出来油水来 那么为什么汇丰银行还要和日本合作 汇丰银行还要和中国合作 你看懂 这就是英国 他利用你们的矛盾 然后早就已经布局了 你中国战败 我才能从你中国获得更多的什么 钱 现金 赔款 只有你中国战败 甲午战败 我大英帝国才有什么 才有利益 这就是英国 那未来中国和英国的合作 你按照这个思路你可以想象 为什么英国和日本结盟 为什么在俄欧战争 现在发生这个 世界上最大的地缘政治事件的时候 英国选择和一日本结盟 英国 又同样寻求和中国的合作 你看懂这个逻辑了 所以英国这个国家不简单 但是实际上英国这个国家 他也难逃整个的历史的 像过去 像昂鲁萨克逊 英国 他只要联合着日本 用日本就可以肢解中国 打败俄国 实际上就可以控制整个东亚地区 那现在实际上你不行了 现在美国亲自下场 对待中国 对付中国 围堵中国 都非常困难 所以实际上你看 现在英国 他也面临一个问题 就是在东北亚地区 他寻求和美国一起围堵中国 英国自己也知道 很难实现 所以他也需要和中国合作 和中国对话 甚至投资中国 加入中国的一带路 在资金上 实际上向中国提供资金 英国也需要对欧亚的路进行开发 寻求加入一带路 所以大家要看懂了 现在英国现在也非常的固实 英国一方面寻求和日本的合作和美国的合作 围堵中国 另一方面 他也要下注 跟中国合作 这就是英国 英国这个老牌帝国主义国家 他永远不会把鸡蛋放在一个栏内 所以英国实际上有多面性 未来咱们看英国 我觉得从历史 从现实 从各个角度 我觉得要看清英国 那最后也是最重要一点 就是中国一定要联合俄罗斯 中国只要联合俄罗斯 中国和俄罗斯背靠背 那么能对付昂鲁萨克郡 对付像英国 这样非常狡猾的一个帝国 英国实际上 你可以看 它一直游离于整个欧亚大陆 甚至游离于北美 英国它是要什么 要光荣独立 它不会依附任何一个地缘政治势力 所以中国和俄罗斯的联合 会让英国很难对中国下手 英国也无法联合着其他国家 一起来围堵中国 那么英国只能选择和中国合作 所以中国只要和俄罗斯合作 英国和俄罗斯是死对头 那么这样俄罗斯就可以牵制英国 中国实际上在欧亚大陆 和英国这个合作才能更加长远 你要看懂里面的逻辑 你一旦远离俄罗斯 那么你对英国来说 你也没有失意 你中国实际上失去了一张牌 一张王牌 用俄罗斯去牵制英国 但是英国现在和俄罗斯是死对头 这个时候你一定要离俄罗斯越近越好 反而能够牵制英国 让英国离你越来越近 这就是地缘政治 但是我是支持欧亚大陆联合的 那么英国昂鲁撒克逊向美国 他也绝对不会支持欧亚大陆的联合 绝对不会支持欧亚大陆的崛起 所以中国和英国的合作 既要合作 经济上既要合作 同样中国在政治军事上 对英国也要警告 警告英国 不要干预台海 干预新疆问题 干预香港问题 不要对中国的内政制划脚 这样实际上中国才能稳定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 另外在和英国的交往中 中国才能战略主动维持 不要被英国被昂鲁撒克逊 所以我相信欧亚大陆一定能够重新崛起 一定能够重新回到人类文明的中心